大家好,我是Amy,英國奶奶 我在西門町開店囉 西門怎麼都有了,你們都知道了 其實我每一個英國朋友來西門很喜歡 非常喜歡 因為就是一個很熱鬧的 然後就是一個很蠻有趣的 有很多美食 所以今天我要去找一些我沒有吃過的 可能比較特別一點點 然後你們也可以都跟我分享有沒有吃過 英國奶奶這個月開在西門6號出口的 所以我們就賣好多很傳統的英式甜點 如果你這個影片看到底 我會送你們一個禮物喔 所以我們賣什麼呢 我們就是有很傳統的英式食堂 歡迎光臨英國奶奶 今天有八個口味 有齊全的口味都在這邊 那我們有一個新出的哦 鳳梨酥絲湯 鳳梨酥絲湯是我們會結合台灣的那個鳳梨餡 然後我們做粉絲湯 那我們在這邊呢 從英國進口的這個果醬 都是很好吃的 因為它的味道很原味 讓你吃得到很健康的 這裡呢 我們還有進口這個 英國的德文菌的奶油 我們在吃這個絲湯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把它來裹一半 然後再抹上我們的德文菌奶油 再抹上果醬 這樣吃起來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好吃 這個茶是英國進口的茶 英國的品牌的茶啦 但是這個的話 我們英國的女王是有認證的 那我自己是最喜歡這個 玫瑰檸檬 我都會泡冷的 那我們有一個新口味 花生布朗尼 布朗尼上面有零花生的零醬 它裡面又有花生的果粒 這樣吃起來超級有產品吃的 那我們現在西門六號出口 有我們英國奶奶的粿哦 六月一號到六月底都在這裡哦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我先肚子好餓 我要先吃一個閒閒的 是不是先去管一下西門 看一下西門有什麼好吃的 OK 昨天在那個 米其林的那個牛肉麵的地方 然後我在想說我還有一個小時 我來得及 因為他們一定賣完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五點要再來 要吃吃看 因為我真的想吃 那個米其林的牛肉是怎麼樣的 I feel like I just stepped into a really secret place 所以有那個西門最惹鬧的地方對不對 然後郭馬路 然後就是到一個小箱子裡面 你會找到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很蠻大的房子 然後就是沒有人 很安靜 一直以為我是不是在錯的地方 然後我走進去 真的是很蠻有歷史的感覺 其實很好拍照 非常好拍照的 我走一樓 二樓 三樓 然後四樓 我找到咖啡廳 那邊很有感覺 就是有很多就是很特別的東西 有點古董的東西 我今天喝一個奶茶 那我想說那個 價格比較高一點點 我花了220元喝那個奶茶 可是我覺得那個奶茶非常好喝 感覺它就是有比較貴一點的茶 因為它是英式奶茶 可是漸漸的是英國茶 因為我真的喝得出來 我喝到我就覺得 假香味啊 而且很放鬆的 真的很放鬆 而且那個view很漂亮 然後做起來很舒服的 然後它冷氣開得很強 很棒喔 很受歡迎 它有買一些甜點之類 還有一些就是電信 只是加上那個港式的電信 還有一些Pizza之類 這家鞋子的店 很有回憶喔 我記得我14年前在台灣要結婚了 我在這邊賣鞋子喔 白色的鞋子喔 還在啊 我要吃Simon天鋪啦 我自己超級愛天鋪啦 可是我知道有好幾件 所以我就不曉得這邊是怎麼樣 我看就是那個網路就是很多人有說是 這家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而且我看很多明西也是去那邊吃 它的醬就是比較特別 因為有時候甜不辣的就是有一碗甜不辣 它的那個醬有點膩這樣子 而且他們有時候覺得太少了 有點小氣的 可是這一間它的醬給很多 而且不會膩的 不會很甜的那種的 然後它的料就是給還蠻多的 其實對我來說我吃這個就會很飽了 它就是有那個蘿蔔 甜不辣雞骨辣之類 然後一碗七十塊 它是小碗的 可是還是真的夠了 對我來說一個無湯可以吃 所以我會再去這一間 就是因為它的醬很好吃 那我很care醬 我們餐餐跟婆婆公公去吃飯了 他們是住楚城 可是他們喜歡在西門就吃飯 他們覺得有一些回憶的他們喜歡的餐廳 所以我會約在這邊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日式的 它很有利式的餐廳 然後我公公每次我說公公你要吃什麼 他就會選擇這個餐廳的 其實它開了幾年我忘記了 可是它東西很蠻好吃的 一些很有利式的感覺 所以我剛剛在Miss Joe吃那個蘿蔔 我想吃這一間的蘿蔔 是因為它是用香酒去錄網 可是它跟我說不會喝醉了 它就是那個酒精有煮掉 那那一間就是賣滷味跟酒 可是非常非常新鮮的 吃的不會膩喔 而且加那個酒就是很蠻特別的味道 我一直沒有到很多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想要跟朋友吃一個小電信 然後喝一個酒 就會很蠻適合的 好現在我要回去那個牛肉麵的 我點的是牛肉湯 因為我不太喜歡牛肉麵 它的牛肉是它的招牌 如果是湯的部分 我在台南有吃過那個牛肉湯 我覺得那個湯在台南比較適合我的味道 它就是比較中口味 湯今天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我覺得那個牛肉蠻好吃的 它很有口感 在嘴巴就融化的 那個牛肉的味道蠻重的 所以是不是說我想送大家一個禮物 如果你看如果影片看到完的話呢 那個禮物是我要送兩個人 就是英國奶奶的那個四路離合的食糠 因為現在我們是有鳳梨酥食糠 是比較特殊的 為什麼我們做鳳梨酥食糠 是因為我知道鳳梨酥是一個很蠻傳統的那個 台灣的電信 很多觀光客台灣人喜歡就配茶 那食糠也是喔 食糠是英國的 很多觀光客喜歡 然後很多英國人自己喜歡就是配茶吃 我覺得欸 這兩個英國跟台灣的小有名的電信 就是放在一起的 可以變成那個 鳳梨酥食糠 所以我想要送兩個人 免費啊 真的是免費 你就是要就是在下面學 我想吃 英國奶奶 鳳梨酥食糠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多分享給朋友們這樣會很棒 然後我會選擇兩個 謝謝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喜歡你喜歡 喜歡的話你可以在下面subscribe 按那個小鈴梨酥食糠 在下面是可以看得到